阿维终于强势回归了 23年收官华为重回世界前三 就在上周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坤宣布 公司已从求生存回到正常经营状态 预计23年销售收入将突破7000亿 7000亿不容易啊 这可是重回了18年的收入水平 从过去5年的数据可以看出 华为走出了微信反转的曲线 这下算是彻底活过来了 在去年华为1%的占有率 重回了全球高端手机份额前三 可别瞧不上这5% 在华为未受限的19年 高端机市战率曾高达16% 当年高端系列出货就将近7500万 位居全球第二 如果不是美国不讲武德 才不会被苹果三星抢去市场 更不会跌出了全球前十 如今这场硬仗华为啃下来了 芯片供应链解决了 就该轮到他们害怕了 据美国投行杰弗瑞报告 因为华为的强势反扑 24年第一周 苹果销量断崖式下降 同比暴跌了30% 天分的分析师就预测了 以目前供应商收到的订单估算 华为24年出货量预计将突破6000万 而且根据去年的销量来看 华为还会推出更多机型 到时会实现高中低机型的全面回归 现在的全球高端机市场 华为的目标是先超越三星 三星这些年凭借着它的折叠机型 才拿下了17%的份额 但大家看看去年的国内市场 三星折叠系列市占率仅为15% 而华为高达51% 领跑于一重厂商 明年华为开足马力全球出货 你们说以华为的产品力 难道还怕竞争不过吗 不仅是手机这块 现在华为的多条业务线都处于上升期 像智能汽车数字能源云业务以及基建业务 华为是在全球大放异彩 在欧洲华为传措用出色的方案 扭转了营商环境不利的局面 客户可是没给一个差评 在印尼亚万高铁 华为仅用120天就快速交付了通信网络建设 在波及纳法所 华为踏遍几百公里的河流湖泊 在雨季到来前抢先完成施工 以华为在全球的影响力 如今咱们还真不怕西方的打压 等着吧 你越打压我越崛起